郭艾伦高兴早了 宏远大败杜丰却收三个意外惊喜 杨明果然没说错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幸福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 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 辽越大战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那么杜丰这边的在惨败之后收到了三个意外惊喜 最近辽越大战第2场比赛的也是正式开始并且最终的辽宁队凭借着更加强大的实力了 再次把广东队斩落马下 取得20领先 那么从目前来看来对广东来说呢 这两场比赛的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大败 除了说比分差距比较悬殊之外那么另外一方面的不管是在哪一个内线啊或者说在哪一个位置上面了 感觉广东队都完全没有办法跟辽宁队对表 所以从目前来看对杜丰对整个广东来说呢 好像是比较糟糕的局面 接下来只要在辽一场的话他们将彻底彻底从本赛季给淘汰掉 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这场比赛赢得胜利之后的话和广东这边很糟糕的情绪不一样的 目前呢包括郭爱伦的那些核心呢 是非常的开心 包括整个辽宁队的一些主将的话那么他们呢也是非常的霸气的 在赛后的采访当中呢说出了他们很开心的一些话语 那么我们看到郭爱伦的在这一次打完比赛之后啊他也觉得自己呢憋屈了很久 所以在社交平台当中呢也是说出了一些话并且来表达自己呢很开心的一个情绪 看得出来他感觉自己之前的一直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去证明自己 那么现在感觉自己呢距离这个总冠军的奖杯越来越近之后呢 他也开心来在社交平台和粉丝呢去分享这个喜悦 当然其实从目前来看的对郭爱伦来说他赢得比赛可以开心 其实是可以理解但是高兴的太早的话可能并不见得是一个好事 因为从目前来看广东队虽然说大败了但是对于杜丰来说呢 在这一次惨败之后他也收到了三个意外惊喜 对于他们后续最后一场比赛来说呢 真的有机会逆风翻盘 首先第一点我们要说一下那么目前来看的来多以及任俊飞呢都已经逐步回归 虽然说来多现在已经拉伤并且情况还不太清楚 但是如果说来多以及任俊飞在之后的第3场比赛当中能够重新回归并且经过第2场比赛历练的话 那么相信他们整体的表现说不定能够有所提升 那么对于现在整个广东队的一个人员紧确的情况之下的话 无疑的是水中送炭 那么将来其实去提高了整个球队的一个实力那么下一场去对战的时候的话 说不定能够给辽宁队这边的制造不少的个压力 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要说一下其实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局面对广东来说确实是 非常的不有利的 而且从目前来看来啊现在整个广东队只要再输一场了 他们要彻底和这个总冠军说拜拜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也恰恰就是因为最后一场比赛的对广东来说很有可能会让整个球队的一个球员呢 致死地而后生就是破釜成舟 一旦他们的可能觉得自己呢没有什么可以牵挂了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呢 说不定会放手一搏那么到时候给两年队这边的制造很大的麻烦和威胁 那么说不定其实能够逆风翻盘的也是完全有可能 即便是不能够逆风翻盘但是给整个辽宁队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和挑战的话 其实也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除了这两点意外惊喜之外我觉得第3点呢其实啊 是让整个广东队的一个高层呢可能彻底看清楚了整个广东 最大的一个端板就是内线方面的 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对于整个广东来说呢那么本赛界尤其是本场比赛的内线方面已经彻底被辽宁队给打爆 二连这个老大哥呢真的是好像呢啊根本就没有太多的一个意义存在一样 那么在本场比赛当中呢 他也整体的这个效率呢是全场最低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像那么广东队通过这场比赛看清了他们那个现实的话 那其实争取在下一个赛季进行补强 来充分补充这份实力的话 说不定下一个赛季啊其实能够给辽宁队这边的制造更大的个麻烦 所以从目前来看感觉整个广东的虽然说已经惨败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对杜峰来说也收获了一些好的消息 不管是对本赛季最后一场比赛的一个征战还是说对下个赛季的卷土重来呢我觉得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在第2场比赛输掉之后呢那么杨明出席发布会呢 他也是再一次去支持广东队 并且呢非常的谦虚的表示说呢 广东队现在的实力还没有全部展示出来 他希望辽宁队的球员呢能够继续努力 啊杨明这番话的一方面肯定是希望的球员借交借造能够继续呢把胜利给拿下来 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他也看中了广东队呢其实他们现在的实力呢不是全部的实力 毕竟他们现在的伤员满盈而且呢整体的一些 球员呢没有太多可以用 如果说他们在下一个赛季能够补充这些问题 把这些伤员能够完全恢复过来的话那么下个赛季呢到底辽宁还是广东能够笑到最后还真的是很不好说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整个广东来说也没有必要太过气馁了接下来只要好好加油的话 还是能够换来更好的转机的 即便是本赛季不能够胜出那么下一个赛季呢还是有机会重新去 一血前池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